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的下属挑战我的权威的时候 我可能有时候会跟他发生紧张 那什么叫做下属挑战你的权威 因为从这个管理职能上来说 我作为下属的时候 领导决策正确与否 我先服从 服从完了 我可以再跟他进行私底下沟通 然后等我做到称呼长这个位置上之后 就有些下属看人下菜碟 我讲一个案例 就是我乘务长 我带了一名新的学员 然后我就教他 我说去的时候飞来回城 然后去的时候我就教他 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他如果不会做 我就带牢就帮他做了 然后我觉得去城我这样做了 我说回城你看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下 然后他做了 他做我感觉很良好 就是曾经有个旅客 像他要一个服务产品 他说没有了 但是我随手就从那个服务间里的 机贡品的这个位置上就拿出来了 然后我就把他叫到一边 我说这个不是有吗 师傅 你怎么会对旅客说没有 万一这个旅客说 明明你们有不给我提供 这就是一个投诉隐患 然后他当时没有什么表示反抗 回到公司以后 我们做完一项工作 都有工作讲评 工作总结 然后总结的时候 我就想点一下他 我说有些同志 有一些服务上的投诉隐患 下次需要注意 我刚笼统地讲了这么一下 然后那个小姑娘 立马就跳起来了 说你打住 你打住 你不就是个乘务长吗 然后他这样一说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再批评下去了 为什么没有必要批评下去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个服务隐患 对整个公司管理是有问题的 他的情绪出来 你为什么不往下讲呢 其实就是我还是稍微跑点棋 扯得稍微有点远 就是说到了天津 可能很多人都会讲郭德纲 但是我郭德纲的相声 我看了一句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火箭专家 你知道火箭是靠什么动力上的天 但是他非要说这火箭是烧柴火上的天 这个例子不合适 这个例子不合适 他如果跟你不相干 你可以用刚才你举的郭德纲的例子 这个我知道 跟外行说这样的话 相当于浪购我们时间嘛 对不对 问他不是啊 他是你同行 是你手下 而且你们是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要有统一的服务标准 那他们要达到的标准 就该批评啊 我没有必要 就是说非要当场 就是说当场去跟他纠结这个问题 那你事后找他吗 因为我还有工作流程 事后找没找他 事后 因为事后我公司有工作流程 我会前公司 那个体制内的制制版的工作汇报 我如实地汇报这个事情 然后我还有上级领导 然后我还有上级领导 上级领导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 李鹏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做管理 已经挣到这个薪酬 您刚才那个处理方式 咱们讲的是一个领导力风格的问题 但是您刚才讲那个风格 更多的是 好像是您的个人风格 我不给你冲突了 我汇报给领导 让领导处理吧 这个放到职场 推卸责任 对 这放到职场里 我觉得 我把刚才那个故事 下半段说完可以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事情 经过我的处理方式的解决 然后那位称武员 受到了降薪降职的处理 而且还停飞了 李鹏 你看了吗 你给陈鹏气的 他都已经把灯都给爆了 您刚才是突然灭灯了吗 还是 我刚才听不下去了 我刚才我认为它 它是情绪性的灭灯 我刚才真听不下去了 提到着急 提到着急 你刚才说的每句话 都是给你自己解翻 第一 选择 你继续要选择企业文化 但是你刚才处理的方式 没有原则 我很了解你家的航空公司 家的航空公司 很有企业文化的观点 但是你执行的时候 它是你下面的部下 你应该帮助它成长 告诉它 这是不对的 而不是说我直接 你对我不禁 马上给你打个报告 把它废掉 所以这个点 我是特别不认可的 我认为你刚才 所有的表现都在剪达 我录节目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没到您说灭灯 就把企业家给气得灭灯了 对 其实我刚才说这个问题 陈鹏这位企业家 其实他也有道理 如果我是一位老板的话说 我的下属 他手下发生了一个问题 他没有进行有效的解决 马上就甩给了我 我作为boss 我也非常的生气 但是我这件事情上 我作为一个管理港 公司有规章制度 我可以按法制办事 所以我就走了 公司的规章制度流程 处理了这件事情 我也想替他解释一下 他干了14年在一个岗位上 咱就别的不说 那么简单枯燥的工作 能一干干14年 还能干到成务长 那个应该算是你们这个序列当中 最高的级别了吧 天花板 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第二 他能够14年在一个岗位上 兢兢业业地干 我觉得这份坚持也是不错的 你的问题 我们也发现了 可能你从天上回到地面上 你回到我们人间 来到我们身边 稍微有些不适应 没有 大家再多给他一些机会 你自己说说 你要找的这个企业文化 这个意向岗位 你描述一下 它应该是干什么的 企业的 有企业文化管理培训 有企业管理 企业咨询 信息沟通 相关的一些岗位都可以 希望薪酬最低你能接受的薪酬 其实我自己定义的话说 如果在天津的话说 最低薪酬七千到八千 如果在北京的话说 最低薪酬一万二 OK 还算合理 好 天津也欢迎你 来 陈鹏 我最后再征询一下您的意见 我们马上第一环节就要结束 您是继续以灭灯 来作为您的选择 还是把灯恢复 我灭灯 灭灯 好的 我们尊重陈鹏 来 第一环节的最后 各位企业家 请大家选择 好 李鹏 谢谢大家